公民轉體花園 第一位登記的主在 我們總理表主要計畫總理表 零號第三號 然後有三位登記花園 第一位是黃啟園 主席 各位委員 大家好 我是那個R20是北側捷運園 開發用地的一個住戶 那剛剛有強調說 這邊的產權複雜 那事實上這個是因為 在40年前的建商倒閉 所導致的這個結果 那剛剛我要強調的是說 我要強調的是說 這邊呢 收臺公寓總共有112戶 那光是無土地 無建屋的 無產權的呢 就佔有44戶 也就是高達39% 比如說這邊的產權相當相當的複雜 那我要強調的是說 因為我們的44戶 並非為建戶 因為呢我們在民國76年的時候呢 經過地方最高的法院呢 也給我們一個審判的結果 結果是說原審定 原審認定被上訴的 就是我們的住戶呢 佔有該房屋基地呢 非無法律上之原因 也就是說我們是一個合法的住戶 那我們呢今天呢 是反對阿林寺北側聯合開發的劃定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捷運局如果劃定這邊 作為所謂的聯合開發範圍的話 那勢必一定會造成我們這個 沒有產權 沒有土地的合法健康 健康那個住戶呢 嚴重損及到我們的權益 甚至我們可能會被強制驅逐 那我要強調的是說 如果政府今天沒有一個公平公正的配套措施的話 那這一定會影響到我們四十五居民的權益 那如果沒有公平公正的措施的話 我們堅決反對阿林寺北側建議開發的劃定 謝謝 謝謝